在第一届交通杯 故事是他们一起创造的 8月22日的凌晨0点0分 有超过18所大专院校 23支队伍在电脑前守候 就跟抢一线歌手演唱会的门票一样 分秒必争 因为知道稍有闪失 就会错过 这次比赛的机会 所以必须预先填写线上表单 拿着手机对表 有些人则紧盯着荧幕右上角的 中原标准时间 这一分钟 决定了他们接下来两个月的生活 将全部都专注在建设上 昨天大概是到4点左右 一支队伍 四五位选手 每天回家开始Google 在线上 社团办公室 各大素食店跟咖啡店相约讨论 必须要牺牲假日 到图书馆调阅书籍论文期刊 就是为了搞懂 气染费到底应该怎么收 每天看着交通部的官方报告 运输研究所的研究与结论 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评论跟分析 也查询新闻媒体报道的民众观点 要一边笔记支持的论据 一边对照反对的质疑 而这很有可能 是他们除了到便利商店 缴交气染费的时候以外 人生第一次跟这个政策 有如此紧密的关系 每天晚上都一起忙到看到隔天日出这样 像今天我跟学长两个人 只有睡不到三个小时吧 对 然后就从早上很幸运的椅子 从早上一路打下来 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吃饭 也特别感谢一下 就是CZPA班的小同学 所以这一天每次办比赛都 这个精致到让我觉得很害怕 对 真的角度被我们确定是因为场地 或是什么其他的安排 但我们接触到了蛮多的民众 就是你走在那个 这个台北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面 你会遇到很多民众 主要看你来穿西断 你来打变论的 你们变论刚刚那场比赛这样这样 那这个是怎么比的 所以我觉得 又感觉到接触到了更多的民众 所以这次的比赛坚持蛮特别的 每一个对手都有他 就觉得他们的实力又让我们觉得很厉害 每一场出来都觉得 收获果多 对对对 收获果多 我自己是很累啦 然后我觉得确定的感谢到很快 然后也很辛苦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晚上 也可以一起考到的能力准备 方便问一下 今天打三几点睡觉吗 刚讨论到几点啦 我觉得学长节课都很辛苦 而且因为这也不是他们的 原来就是愿意会来照顾我们的学生 会很容易 变体就是很生活化 但是它也相较于我们所想象的 更复杂很多 就是在讨论变体的时候 我们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 跟心思 确实 二匹新高中的经验 就突然难度一下增加 而且就是学长节课 感觉很厉害 然后讨论的议题深度也更深 我觉得就是在难度上变得差很多 刚刚有听到就是另外一队的选手说 对明天怪兰赛非常有信心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话 我们也很有信心啊 学弟有信心这样就够了 我们结束都无内战 那想问一下你们对于刚刚这个都无内战的结果 对学长的表现觉得如何呢 学长真的好强 打不定打不定 太强了太强了 那问一下学长有没有偷偷藏一些论点啊 或者支付帮忙修稿啊 他只要买早睡觉的 是学长还是叫你们去早点睡觉吗 对啊 早点睡觉 不用准备了 不过对印象深刻 应该是今天对经营的那一场 所以我觉得对方的 虽然是小尾街的 决定战打得非常非常好 其实在前面与我们蛮大力的 所以我们蛮高兴 就是可以跟到一个很可靠的学长 然后也给我们很多的期望 对 给我们很多新一键 这就是大部分也没有关系 像后面会成整 了解 那你们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话 关于这次比赛 就真的很感谢 就是教终杯 大家会变成了这么好的动态 有机会想说 在这样的场地 这么样好的规格的裁判的情况底下 去做竞技的比赛 真的是非常蛮期待的 好的 我们恭喜动物大学A 我觉得大家都打得非常好 但我们更好一点 这个学姐看起来 非常满意学弟妹的表现啊 我们从初赛的小循环 到八进寺 就是一直到四强的分流 都是遇到很强 所以从小循环是遇到台大富洋 然后措权完之后 遇到有志中的中中大学 所以就打得很辛苦 还有这些 专家学者的讲评 跟我们传统辩论 在技巧上的讲评是不一样 他们提供更多 专业性的知识啊 或者现况的分享啊 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忽略的 或是说有很多国外的案例 就是我们在找资料上 可能有舒适的 我觉得专业的评审 还有提供专业的建议 就是很少见的 我们很谢谢大会跟交通公司 这次办的这个活动 就是像刚刚修长说的一样 我觉得这次有八进寺的专业材 还有这么多厉害的设备 我觉得都是很少见 你们得到的知识 跟我们的资讯都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大会的辛苦 所以我们都很棒 该干活生的时候 希望我们可以把比赛打得 再好看一些 明天有没有信心拿冠军啊 但是没有问题啦 好 那我们就四目以待都不大全逼咯 谢谢你们的采访 是一个人的喜爱 跟他的付出 是相结合的时候 才有机会判断到这个比赛 我不应该是先想出 我要怎么让对方不出 而是要想办法 告诉他说 我努力有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 没有真正都让你评得出来的东西 才会成为政府的关键 我觉得 原来要用那种方式去跟民众说 为什么政府要做这件事 原来这样 我支持不同 所以我觉得沟通蛮重要的 然后做一些直接的对话 那当然他们攻击了之类的 跟立能政策 那这个顾问施动是 要从立能政要多个统统的手段 去鼓励他们持有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是从使用 使用者付费 使用者 那个政策的目的性不一样 上周六 这二十三支队伍 终于来到交通杯的赛场上 正面对决 作为正方的代言人 要为随由征收政策进行辩护 但在一个小时后 就得转换思考捍卫反方的立场 身为一位辩士 每一次的坐在赛场上 等待内生 请正方一便上台深论 他们的表现 我们有目共睹 因为交通杯 因为辩论 让他们不只关注自己的立场 更看见彼此的存在 他们 就是即将完成旅程的 在座各位辩士 请给自己一点掌声 因为接下来 属于各位辩士的荣耀时刻 即将开始 这个变速器跟仪标板 我们要检查 要怎么去对说 它的里程表是有失误的吧 什么意思 交差比对啊 得到变速器 或是晶片的这个数据的话 你就要把整台车去都拆掉耶 同样的车子开一样的里程 我的引擎效率比较差 你的引擎效率比较好 我就要交比较多钱 因为我的耗油比较高 这个就是不公平 汽车燃料使用费 它是归费 归费的意思就是它不属于特别功课 对不对 好 谢谢 如果说一台货车 它出厂的重量是3.5公吨 是 或者它载了2.5公吨的重量 怎么算 就是它可以载3.5公吨的东西 所以它载上去过后 你载之前才能载车机费 我只是问你那支付 你不要一直讨好解释 你知道在2008年出厂以前的汽车 都没有装OBD吗 对啊 你要要求他们自己装 还是你要出钱帮他装 是不是装没有帮 政策越变越明 好像我越天 好像两天都对 所以一个议题啊 要能够聚焦 去有正反两面 才会有建设性的讨论 甚至辩论 一二三 一二三 哇他可以玩多快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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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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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三分 一二三 好 看一下我这边哦 赞哦